快 在世不可挡的力量面前 幸存的人类逃到了月球 建立起卫星基地作为据点 并创造出人造人士兵 展开反攻作战 然而数千年来 多达十余次的大规模空降 依然没能夺回地球 为了打破胶筑状态 基业部队Yohar因此诞生 女主是隶属于Yohar的二号B型 一次出任务途中 她成了唯一的幸存基体 距离据点的侵入只剩一步之遥 于是对照派遣附近的扫描行人造人 9S前去支援 两人就此相遇 此次任务是解灭超大型兵器的核心单元 而所谓的超大型兵器 是由机械生物进化而成的 巨型建筑物组成 作为战斗机号的B兔负责进攻 9S则从旁辅助 黑镜敌军核心暂时停止机能运作 无奈过程中惨遭一击倒地 很快超大型兵器卷土重来 二人唯有拿出最终法宝黑杂子 引发自爆和敌人同归预境 再次睁眼 B兔回到了宇宙基地 生命人造人只要留存数据 便能一次次复活 多亏9S将他的数据 极限传送回了基地 然而由于时间限制 他没能备份自己的 导致记忆停留在和B兔消失以前 画面一转 机械生物帕拉巴的觉醒 乃是在一次战斗后摔坏 脱离了系统的绝对控制 进化成拥有自主意识的产物 后来捡到一本人类的书籍 他对此产生了好奇心 开始阅读理解旧时代人类文明 经过大量学习的他 不再爱攻击人类 而对一片荒芜中长出的生命 更有兴趣 那便是书上所描绘的花 自此帕拉巴开始模仿人类 学习种花 春去秋来 埋下的种子慢慢发芽 随进化而演变的机械生物 逐渐增加 它们产生情绪聚集成群 那些曾经的战斗中心 慢慢被大片花海覆盖 很快地面上的抵抗军也察觉到 某部分机械生物 并不会自主攻击人类 这是优哈创立以前的人造人抵抗军 数百年来在地面上 果然残喘地应付着机械生物 却从来没有得到过 月面上人类的任何帮助 哪怕是提供一把枪 此时基地里的B2和9S 刚完成维护 便接到了新的任务 司令官委派他们前往地球 调查优哈成员无辜失踪的案件 最后的联系定位在沙漠地带 与此同时 正在进行物资收集的抵抗军遭到敌袭 埋伏的地雷 挡不住汹涌的敌军 遥远的营地也赶不上救援 队长莉莉决定将他们引到桥梁一锅端 谁知遥控器失灵 导致引爆失败 莉莉举起枪械赋于顽抗 前去一发之际 男女主胜利经过 秒了在场的敌兵 揪下众人 这还是第一次总部送来援兵 望着抵抗军们眼里的希望 男女主选择暂时隐瞒事实 跟随他们回到了大本营 也由此认识了热衷与分析解剖的怪卡斯 他带回最新报告 最近在沙漠地带多次募集 凶恶机械生物出没 似乎是出了什么事 正巧男女主也是为此而来 要求一同前往调查 莉莉对长犹豫后点头答应 望着拓币眼神复杂 似乎从前就认识他 就这样二人跟随怪卡斯前往沙漠 路上坦言了不是援兵的真相 突然沙漠里的机械生物拖途而出 它们居然回属人化 9S还认为敌军的系统 防护等级和从前遇过的没有不同 核心却多了一扇门 9S闯进去 进入深层意识 看到了匪夷所思的场景 还没搞清楚状况 9S与兔币合力讨伐了机械生物 残余的小兵见形势不妙 竟临阵逃脱 种种镜像表明这些机器拥有了自主意识 追踪来到从前人类群居的住宅区 本该与总部定时汇报行踪 却因为电磁干扰导致通讯中断 类似于Google的随行辅助器也给不出答案 只探测出是机械生物以外的反应 随着探索的深入 小队发现无数人造人的尸体 其中就有失踪的优化成员 似乎是与什么激烈斗争后古代 不及细想 以正天崩地裂 两人与坏卡斯分散 掉落进了不明区域 眼前的一幕简直匪医所思 只见机械生物正在模仿人类 照顾孩子和上演爱情动作片 究竟为何与人类如此相似 9S拔出剑鞘 提醒兔币不要被混淆 这时大量机械生物从四面半方流出 聚集到了核心处 里面掉出了一具人体亚当 稀看 其实是机械生物拟太成人 二人震惊得说不上话 随即利用出窍 两刀混中红心 眼前的变异体竟流出了和人类一样的鲜血 紧接着牲口处增值出另一具一模一样的躯体 瞎挖 短短一瞬却进化神速 仅凭撕红声都导致建筑物轰然坦塌 二人唯有暂时策退保命 回到大本营 小队描述了所见所闻 根据进化速度 似乎不久便会超越人造人 怪卡森认为能够通过交涉找到停战的契机 遭到9S极力反对 只因他们一直以来的使命 是为了人类破坏机械生物 夺回地球 停战就是否定了千年来 秉持的信念 那些牺牲的伙伴 又是为了什么而牺牲 两方交谈到此结束 讽刺的是 机械生物进化得越来越自由 倒使人造人维持着 只会遵从命令的行事风格 画面一转 司令官再次向上头提出 要派遣增援给男女主 却反复被驳回 坚持要以抵抗军为诱饵 继续推进任务 甚至牺牲优合成员也在所不惜 言语间似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此刻地面正向月球发射不及 只因宇宙里没有集体和染料 B2不禁疑惑 为何外星人不直接攻击卫星基地 毕竟原本就是从宇宙来的 9S回答 外星人的想法没人会懂 这时上头发派新的任务 前不久出现了不少友好的机械生物 负责调查他们的优好成员 在传送一条语音后彻底失联 两人静止前往任务地点游乐园废墟 很快便看到了报告里提到的友好机械生物 他们模仿人类开启游行 甚至还有舞台演出 里面探测到了许多人造人的反应 灯光打亮舞台 机械生物开始即兴表演 演到高潮处甚至开始自爆 紧接着便是大boss压轴登场 又一只进化的特殊个体 他竖起一次上圈 把联女主团团围住 眼间情势不利9s正要骇客入侵 却凡被敌人陷移不进攻 原来boss是想要得到心上人的亲来 才开始不断收集人造人 组装饰品以求变美 在他身上安插的无数尸体 甚至被再利用来进行攻击 9s黑进boss的大脑系统 惊觉他拥有的感情不亚于人类 暴走的boss 几度将9s困在系统里 好在2B及时营救 然而合作无间 最终首任了boss 掉出来的核心碎片经过分析 构造类似于植物细胞 此时身后出现一对捧着花的机械生物 他们进去解释 只是来看表演 请求度比至少能放过女儿 画面说完 却惨遭一刀手刃 画面跳转到亚当和夏娃这边 他们学着树双胶的 开始穿衣服吃苹果 夏娃不理解为何要模仿人类 明明他们根本无需进食 但只要是哥哥亚当肯陪自己玩 他做什么都愿意 此时的亚当 热衷与研究人类对滴滴只是敷衍了事 与此同时 男女主沦为跑腿打杂 替抵抗军往山谷深处送货 为了在地面上活动 与他们打好关系乃是必然 路途中他们经过飞弃的百货商场 地面上散漏着旧食人类用的东西 9S难也兴奋 好奇以前他们究竟过着怎样有趣的生活 还约定若是迎来了和平的那天 他要给兔币买T恤 此时前方检测到多个机械生物 二人追踪来到一座村庄 领头的村长挥舞白旗 请求男女主收集武器 因为他们没有恶意 2B很快认出眼前的机械生物就是Pasca 原来抵抗军与他们长期进行这交易 他们帮助完成锡纸的工作 作为回报会收到游货矿物 这些机械生物逃离战争来到这里 早已与网络断开链接 他们并不会伤害人类 一心只想寻求和平 Pasca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 已经能够说好一口流利的人语 即便面对9S的咄咄逼人 也能以和善的方式尝试沟通 因为他坚信 沟通才能达到相互理解 男女主围绕村落 展开调查 惊讶于机械生物的计划 这时发现了一条通往地底的阶梯 顺着光源的方向来到万年古树前 底下镶嵌着一颗巨大的头颅 眼前的东西并不是机械生物 几千年的时间人为死去 9S入侵他的数据空间进行探查 这里的数据庞大无边 记录着人类的崛起 新生与衰败 很快系统边缘强制切断了链接 但9S也读取了足够的资料 判断出这颗头是书千年前的人造兵器 Pasca这时从后先生 解释这是孙子的神迹 也是导致他进化的契机 一次战斗被爆炸击飞来到了这里 安稳平静的空气和别的地方很不一样 眼前的头突然说话了 在那之后Pasca回归大队 心态产生了异样的变化 眼睁睁看着同伴不断倒下 几千年来死空见惯的场景 他却感到恐惧 因为过去的自己甚至不理解这有多悲伤 后来他和幸存的伙伴建立起村子 如今的职责便是照顾小孩 望着一村和睦生活的机械生物 奶奶无法接受转身离开 人造人和机械生物都一样 都是为了战争打造出来的 牺牲了那么多的伙伴 如今却有一方擅自脱轨 玩起群聚家家球 2B回答说 一个人没有办法生存 即便那是机械生物 这时一阵头痛袭来 奶奶降装没事也是过去 调侃2B的意思是需要自己 心口传了一阵激动 2B让补助机记录下此时此刻 村子里帕斯卡正忙着劝驾 孩子们为一只八音盒争执不休 为了个体的目的和利益产生矛盾 俨然就是人类才会做的事 9S正要上报 却被2B喝止 小男狗也只能无奈听话 一段过去的回忆紊乱切闪 立即对战从碎中惊醒 此时的男女主正沿着大本营外围 放置第一探测雷达防止突袭 然而前方的设置出错 9S唯有回头修复 留下莉莉和2B二人独处 离开前她疑惑询问 为何抵抗军和Yohar至今都没有合作过呢 问题勾起了莉莉的回忆 其实以前抵抗军曾经救助过初代Yohar 而莉莉总是盯着2B 是因为她与初代队长A2长得一模一样 2B解释是用的统一机体 当年初代Yohar秘密执行降落任务 险中求助找抵抗军帮忙 说是找到了操纵机械生物的服务器 可司令官不愿派出增援 作战单凭4人执行不了 当年的抵抗军队长罗斯深受触动 只因他们也是被遗弃的部队 与其继续果言残喘 还不如拼一死相抵 就这样几人踏上了前往卡拉尔山顶的路 那边有个伪装成眼识的入口 通过升降梯直线下降 就能抵达服务器中心 然而队友是怎么找到的这件事 A2却选择隐瞒 那行人宛若一张薄弱的纸 一碰就要碎 路途中罗斯队长从未放下武器 时刻防备这群不速之客 然而也有队员已经开始相互接纳 像家人一样打闹 直到一件事发生 年有的莉莉感染了敌人的罗姬病毒 数据一旦遭到副血就会失去自我 抵抗军的处理方式只有一条 就是要在感染严重前把人杀掉 暴躁的莉莉开始无差别攻击 只有A2站到了她前面 他召集队友拼此压制 不惜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替莉莉重编重去 这一举动感动了赛场的抵抗军 他们纷纷放下武器 在全员的不懈努力下 莉莉重新恢复意识 所以A2是莉莉的恩人 之后他们抵达服务器 等待的是早已集结的30万敌军 无论初代尤哈怎么哀求 人类会议都不肯派送援兵 就这样被迫打着绝望的战局 队友们一个个在眼前牺牲 也有人选择留下为他们延缓追兵 好不容易排除万难抵达升降机 为莉莉侵毒的尤哈队员却遭到了感染 曾经的十几人 如今只剩下四人前进 莉莉多希望这是一场噩梦 可惜人造人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的事莉莉就记不太清了 仅仅记得是受众伤的罗斯队长 把他推进升降机 让他把所有人刻进记忆里 带着他们的意志活下去 曾经的经历造就了坚强的莉莉 而他并不知道 当年的战友其实还活着 几上次让亚当跑掉后 基地一直没有任何更新 也没有发布追踪调查的任务 定期联络上 9S的有关提问也被全部敷衍 通讯结束就见帕斯卡手忙脚乱的追着孩子 原来孩子的妹妹失踪了 因为前不久她发现姐姐的零件坏了 所以独自前往森林王国找零件 那里可是有许多排外的机械生物的凶血之地 两人在帕斯卡的一路下来到目的地 森林里却稀奇的没有巡视的守卫 出入口还看见了妹妹的蝴蝶结 三人走进城堡 里面一片狼藉 那些顽强不屈的士兵们东倒西歪 早已没有了呼吸 9S在尸体上找到了记忆芯片 经过数据共享看到了王国的历史 王国建立于200多年前 比帕斯卡的村落还要更早 显然这样进化成拥有阶级体系的机械生物还有更多 后来国王有进灯窟 子民们将他留下的记忆转移基金的孩子体内 决定把他培养成新一代国王 今天本该是新国王诞生的基点 却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将所有人绞杀 9S不信任机械生物 让2B就此打道回府 然而2B已经决定好人做到底 竟然顺利找到幸存的妹妹 对方还拐回了个夫婿 正是有这个士兵帮助他才能逃过一劫 妹妹宣布想和他成为家人 就像是人类一样结婚 这时底楼传来声响 竟然追过去 发现了同样幸存的小国王 没来得及反应 一把剑从天而降 此人竟是初代A2 明明同样是尤哈成员 补助机却锁定眼前的人为叛逃的通缉犯 让二人现场破坏 那S机动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人 A2却撂下一句话就走了 事后将情况上报 司令官却避而不谈重点 竟给A2扣帽子说是背叛了总部 其实只是知道的太多 Naya心里一斗丛生 多少意识到总部刻意隐瞒了事实 于是决定对A2的行踪展开调查 再明确自己往后的立场 追踪来到水墨都市 这里的地基被战乱破坏 导致城市下沉 望着眼前宁静的场景 Naya想所谓的和平是不是就是这样 她摘下护目镜 奔进水中玩起海水域 据说以前的人类很享受这种活动 太阳突避也下来玩玩 虽然海水域不在任务里 突避还是走进了水中 接近海域欧片舞 废墟深处波光影 美如初春花满枝 眼里为她难再容 这一刻心里住进了谁 又或是本就藏在心中 之后二人分头寻找 殊不知却是双方的最后一面 Naya心一直不住好奇心 与其找到A2 她决定用更快的方式 直接入侵自家系统了解真相 在和总部建立链接的瞬间 净意外听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不管是抵抗军还是尤儿孩成员 早已被当作随时不用的棋子 正要继续偷听 系统却检测到非法入侵 切断了链接 好在这个地区脱离了总部的监视范围 并不会被反追踪 9S准备偷偷伪造自己的行程记录 演示入侵嫌疑 这时一颗球滚落到她眼前 疑似A2的声音一闪而过 9S迅速追上 被领到一间奇怪的画室 里面放满的画像都是她和2B 似乎有人一直在监视他们 回过神来 9S已经掉进了陷阱 究竟是什么时候误入的数据空间 9S的大脑遭到入侵 周围响起了机械的声音 她慢慢拧人化 宣告群体经过进化 产生了新的意识 象征着新生命的诞生 9S痛斥他们不配 却被反指人造人又有多清高 难道内心深处就没有思想和欲望吗 所有生命都被欲望所束缚 越是隐藏越是肮脏 9S的辅助机找上2B 把她带到了主人消失的画室 这里夺了一张数字信息 经过分析指向特定坐标 2B尝试向司令官请求增援 不意外又遭到的拒绝 即便可能是陷阱 2B依旧义无反顾独自前往 这块荒凉之地隐藏着一个通道 通往亚当建造的复制之间 深入探查还看见了数百座人类雕像 墙上还挂着失踪的优雅重园 担心的2B一脚拆开眼前的门 进入图书馆 暴西亚当也终于现身 他修除5具形状怪异的生物 告诉2B 这就是他们寻觅已久的宿敌 这些外星人早在几百年前 就被机械生物亲手灭绝 至于他们不过是像植物一样 构造单纯的生物 而亚当真正感兴趣的全体是人类 因为他们是那么复杂 也有魅力 他一直在观察人造人 发现他们确实有感情 Yorha一直静止抱有感情 不就是最卑劣的暗示吗 亚当随即把昏迷的俘虏9S搬出来 手上大大小小的伤口 是残遭实验的证明 这下2B总算被刺激 说不真逼出他情绪的起伏 便是亚当最想看到的 他甚至复制了9S 果然2B对同伴下不了手 还是一旁的辅助机反应快 替他挡下攻击 亚当继续洗脑 其实他们继续永无止境的斗争 毫无意义 2B不是已经意识到了吗 人类早就灭绝了呀 亚当想要完全变成人类 但联网的他们是无敌的 所以他这才脱离网络 渴望和2B来手厮杀 那么就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然而天不遂他愿 2B来之前早已留了一手 9S的辅助机会趁着他们打 配入主系统 此刻他已进入亚当体内 拿到了100%的控制权 亚当张开双臂 迎接生命的最后一刻 殊不知再一睁眼 夏娃竟然赶来 替他挨下了这一刀 他约定哥哥回去后一起玩 而后消散在空气中 复制之间开始崩塌 女主抱着9S紧急撤离 之后9S被送回了基地修复 对于外星人消亡这一事实 司令官并没有表现得多惊讶 只是吩咐2B不要告诉别人 夏娃作为网络中枢死去后 导致更多的机械生命体脱离了网络 另外还有新的网络正在构成 司令官推测就是亚当所为 让2B只身前往那里破坏 地铁就在废弃工厂 这里的机械生命体崇尚神明 已经到了疯狂极端的程度 然而领头的教主大人并非亚当 谁知下一秒 教主的头突然掉落 执迷不悟的信徒们 原定教主脱离机械凡胎变成了神 原来弟弟赶后 亚当就陷入疯狂 他将教主一刀解决 夺取了这里的操控权 机械生物集体暴走 攻击2B 单枪屁马的2B眼下唯有撤退 得知女主遭遇危险 9S远程黑进机械生物的身体 帮助他确认正确的出逃路线 然而敌人的数量不断增加 全都是冲着他而来 9S求助司令官派出增援 似乎是良心发现 司令官犹豫数秒后决定提供支援 殊不知与此同时 各地的机械生物觉醒为敌对状态 敌方网络也切断了他们的通讯链接 补助机也在挡了几波后 淡尽良觉 绝望时刻 机械生物们却齐齐跳下岩浆自杀了 原来他们是被洗脑过度 认为死亡便是心生 然而弟弟依旧没能活过来 亚当终于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彻底黑化 全国各地的机械生物 在他的操控下 开始无差别攻击人造人 没完没了的数量 逼得抵抗均节节败退 后在紧急时刻 突兵回到了大本营 与9S合力进行大规模海入攻击 成功停止了大批机械生物的活动 然而这时 亚当与新的勤态先生 曾经的他致命于人类 可如今没有了分享的对象 一切就变得毫无意义 既然弟弟无法重生 那么他就要所有人陪葬 说完就开始无脑虐杀 为了延缓时间 让9S进行害怕攻击 抵抗均和突兵拥手为敌 和9S以违反军级 直接使用强化装备 再靠着帕斯卡的帮助 靠近亚当 随着装备刺入核心 男亚子成功进入系统 小女孩的影子一闪而过 之后亚当的数据开始自我崩坏 男亚子抢在崩坏前 一刀刺入核心 成功抢夺程序 并操控亚当走向抵抗军 事先准备的他炮弹 随着莉莉一声令下 炮弹已发入魂 威力之大 直接把亚当推开几百米远 天空扎出一朵黄光 帕斯卡牢牢接触战损的9S 这一战好不容易令他放下芥蒂 无意证明 进化后的机械生物 并不会盲目遵从种族 懂得分辨良善 未来要想达到和平共处 也不无可能 打不死的亚当 拖着最后的气 改变轨道冲向地球 紧急关头 司令官网顾命令 发动卫星零射 把亚当也成了渣渣 总算是有领头的样子了 可即便如此 弯强的亚当还没有完全死透 男女主在一片废墟里找到了他 亚当的身体已然断成半斜 还在尝试为弟弟复仇 他后悔没有实现约定 后悔没有珍惜家人 临终前的艾米 流下的眼泪 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像人类 2B迟迟迟无法下手 南亚上前 祝他一币 9S体力不知倒下 睁开的眼睛 是熟悉的一抹红 9S貌似黑镜亚当的网络 分离时受到了感染 虽然能够通过基地备份复活 可这些日子的记忆将不复存在 而9S也将不再是9S 他请求女主在暴走前处理自己 2B没有说话 走上前捧住她的脸 护目镜落下 女人的眼里是无尽的哀伤 手缓缓落到景象后收紧 9S眼下了最后一口气 2B崩溃痛哭 不明白为何总是这样 一次次亲手杀死最珍惜的同伴 此时周围的废铁亮起了光 一个两个三个 而后一只机械生物原地复活 而他竟是9S 原来他把个人数据 残留在机械生物里 醒来时已经在修复网络上重新构筑 就这样与亚当夏娃的战斗 圆满落幕 两小时前 基地里的9S进行数据修复时 再一次出现不明的噪声 追踪来月后 发现人类会议的端口服务 显示月网月面的材料 有很多都是空箱 正要深入调查 却被全切限制 9S想黑进去 无奈竟被服务器攻击 逃亡途中跳转进新的端口 9S的身体无法动弹 眼前出现了双胞胎少女 告诉9S 他们一直在监视人造人 赐予机械生物多元的思考能力 就是为了观察人造人如何应对 但这一切都结束了 如今他们将把真相分享给他 9S掉进陌生的领域 循着光源的方向 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上面的资料显示 人类早已在数百年前就灭绝了 所谓的Yoha计划 就是骗所有人造人 人类成功逃到了月球 组织不存在的月面人类会议 来提升人造人战士们的士气 持续与机械生物之间的 永无止境的斗争 这么一来 因果全数颠倒 冗长的战争 不过是一场骗局 醒来后 9S丢失了记忆数据 第一季到此结束 第二季也即将迎来完结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先行追翻 或是等泡夫做好视频 小伙伴单看第一季 会有很多疑问 我以文字形式添加了 部分有效剧痛解惑 不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滑过 最后喜欢视频的话 不妨点赞订阅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